好了,繼續回到第五場賽事,又來到 去過重化的馬有五號這隻神舟進馬 四番千二,四號馬電信火箭fit的 八號馬戰紅三千,這隻馬都挺厲害 配備變動二,初澤里,生生發發,脫下眼罩 澤里有六,冠寶區,大閘沒有眼罩 接著加眼罩,這次加眼罩跑,澤里也有 七號馬得起良多,又移動,脫下眼罩 重戴面罩,澤里有,是沒有了以前的交叉被罩 好了,晉晨,是否不fit,贏完就不fit 但贏完也未必利fit,他不是不好的 但其實我嫌他有時口很緊的 不過你說他贏開,那就沒得好說 通常都不是fit,一定贏那種 看看李芝贏事集中間就生生發發,外面就高瞻軟足 先說一下這隻李芝贏,就是這場跑 暑期都大幅減分,減了8分 上季其實就沒什麼特別說很悠目的走勢 或者印象深刻的表現 這一組閘跟在前面,末段勢不是太強 中檔紫色衫的那隻生生發發 其實上季完全沒有跑 試過那些閘就好像有兩腳 不過這些馬都挺可怕的 反而高瞻軟足都能追得下 好,李芝贏 都試了兩個大閘 第一個大閘是一般的 然後上個星期二按住 讓他先適應 好,接著又見到這隻生生發發 試另外一組閘 9月26日試這一個就是跑馬地閘 兩個閘,剛才有一個是泥地閘 最後都逼一下他,馬都肯追 這一個跑馬地閘也不例外 都是省的,最後都有上來 但這些馬其實是前季出過賽 當時入Q才是道美二 所以這些馬是多久之前 腹狗痛,那些搓脫了一輪 真的要養回來 所以你想想,不容易的 那些凌駕,黃蝦黃,生生發發 幾個大閘,有看頭 這隻馬真的養得好 接著輪到四號馬,就是電信火箭 星期六早上拍跳,走外面 就不用特別,一定要湧過去 即是過入面那隻馬才好 戴上頭罩,按住在外面 這隻馬走得很好 這些反而就穩定可靠 神州進馬,又回到重發 剛剛蘇寶蘿那天那些馬 都挺嚇人的,真是一般的 但這隻馬的情緒是好一點的 因為以前他出來跑道 在閘後面都挺麻煩的 看看他試閘的表現 神州進馬 在他後面就是第七場的後備一 就是馬主聲輝 這個神州進馬試草地閘 都比較少一點 剛剛脫了個甲 因為他通常這個神州進馬 都喜歡試泥地閘多 整個草地閘的,跟著跑 拼出的中外檔就是馬主聲輝 那些都是中長度的馬 都是順勢跟回來,沒有特別去推 好啦,冠寶區,近鏡頭那隻 玩斗才星未燒 我高的頭靠著別人來,拍了個泥集 冠寶區,暗了眼罩 我覺得它是有點不同的 更厲害了 不過是十當,怎樣攝怎樣成就要想 跟著這隻就得益良多 神州就帶頭罩跳 出來跑,第一場說都是極之失望的 所以上次輸我就覺得不意外 養得挺好,不過跑就交不到 好,戰紅三千,隔五個星期跑 好,頭那裡兩個多星期就踏步 第一課立刻去拍集 跟著就跳,這課草地就鬆 它不緊,之前在泥地跳那裡更漂亮 勝出魅力近鏡,密密地報名 之前都試過報名後被補不出 又再報,又過來跑谷草 那這隻是中長度的馬 兩隻都是,高能量都是長度一點的馬 錶錶裏面,外面那隻怪獸 怪獸廚神 不過它不是說早上跳不好 不過我經常覺得它的腰 好像過步有些不是很順 有時樹尾 再來就魅力漢子,這些神粗 哪裏說不好 好像盡神那些,這麼多缺點 它都會贏的 但是這些神粗見靚,它又不會贏 它排個靚當幕裏拉都不行 這次也是 這些你就很尷尬 好了,利知贏在第二位 裡面那隻奇妙日 奇妙日都很厲害 我記得上一次這隻馬 初出前,我們都說 只有那幾貨跑,沒有大閘 最後那貨蔡明少還要少少鬆下去 哪是這隻馬來的 哇,這次不是 跳了火,馬上來大閘 不用考慮了 試完這個閘 跟著那些跳功夫 哇,那隻馬就砰砰的聲音來了 那你現在撿到十二檔 那你怎麼辦呢 是啊,我也想沈雜誠 都可能是這樣想的 第一次就看看馬出來交到多少 已經像樣了,立刻下手去逼 以前就再好火氣一點 但是都比上次好 看看後備,喜有型了 那你看到過步 和剛才那些馬的過步 這隻馬翻步明顯慢很多 當然大家的體型相差很大 回到第五場 3T的次關 另一組的四班千二米 我想這一場的焦點一定是一號馬的晉神 大家都看到爺馬的姿態這麼厲害 加了九分 但是這一隻晉神 我覺得它的性格的特點 就是它一遇到中等 或者較為慢一點的步速 它很容易搶口 上次爺馬就是快披逞的 結果這隻馬就跟得順 跟得順回來就多了 但是如果你這些馬排到中來檔 在那頂來頂去,慢步速還多不多 那要想的這一點 當然現在時間上早 我還未拆得清那些形勢,步速 有什麼馬帶,自己大家想想 那你說戰紅三千這些馬反而好 因為它是那些粗身大馬 過千二磅的 那些腳法比較笨拙些 可能走出面 好過入面捐位 就是省位、駁位那種 反而這隻戰紅三千 我感覺上更好些 其實你現在 又一號封球 又三號封球 又不知道八號封球 那你有沒有預落還是怎樣 你跑到中段 大家都現在根本有很多不明 那你說晉神不好狀態 當然不是的 但是它是馬 如果你說嚴格些去挑戰 它在僵口方面 可以再做得好些 我覺得 那你拿賽事水準 贏中那隻戰鬥英雄 剛剛沙田牽射 放到超快 和那隻三元蜜鹿 上名 那不就很厲害 如果這樣算 就是它是好的 山三佛法 我都覺得 那些馬養得不錯 另外就是四號馬 電信火箭 這些是明有班有成 再說下去就是剛才 康都所說有那隻八號的戰鬥三千 就是說狀態 我覺得戰鬥三千 在這組都數一數二 好像不大範圍 這場慢慢量度一下它 第五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